警报声响彻整座城市 紧张气氛弥漫 乌克兰8日迎来俄军大规模空袭 虽然俄军发射的50多枚飞弹和20多架无人机 多数都遭到拦截 但乌克兰各地基础设施被锁定 仍有至少3座活力发电厂遭到严重毁损 从最西边的利维夫到首都基辅 和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好几座乌克兰城市都传出轰炸声 还有不少无辜民众受伤 而俄军攻击的目标 连学校也不放过 近期俄军变传出 可能会在5月底对乌克兰 发动新一波大规模进攻 本月成员国担心欧陆前线不保 法国总统马克宏还表明 不排除派兵到乌克兰的可能性 不过莫斯科当局马上就发出警告 称北约如果真的这么做 俄方也不会手软 尽管俄国直接出言恐吓 但是包括德国还有芬兰在内的北约成员 都坚持要挺屋挺到底 为乌军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不过乌克兰也不是只有乖乖挨打的份 乌军7号便对俄军占领的卢干斯克发动攻击 当地除处设施被击中 燃起凶凶大火 还传出5名员工受伤送医 乌俄之间炮火你来我往 恐怕短期内还看不到终结的一天 环宇新闻黄宇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